另一方面曾经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马华总秘书 拿督张盛文今天也现身联邦法院听取裁决 对于法官裁定教育部成立国民型学校合情合理 张盛文感到欣慰 他形容联邦法院依据法律做出了最佳判决 同时强调母语学校一直都是我国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华诞小的存在无关种族更不是要挑战国语的地位 另外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则回应说 母语教育在我国已经至少62年 今时今日还在争论母语教育是否应该存在 是不合时宜而且落伍的行为 他希望法庭信送就能够就此告一段落 往后也不会再有类似的政治动作挑战母语教育 张念群也呼吁各族群以开明和包容的态度 看待母语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